然後再灑點蔥油 超高質素的蒜蓉粉絲蒸一下就完成了 這樣就變成串燒燒烤的蒜蓉醬 或者火鍋的蒜蓉醬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朱sir 早兩個月 今天都分別教大家做慢用的蔥油 慢用的涼環醬汁 那兩個醬汁的反應十分之好 Facebook不停地在洗版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視頻 還未試過做自家製蔥油 或者慢用涼環醬汁 真的要看我之前的視頻 慢用涼環醬汁和自製蔥油 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網友一致好評 說回正題 身為邪惡教主的我 和一家之主的你們 怎會不教你們做慢用蒜蓉醬呢 很小的一件事 好了 今天的題目就是這個 慢用蒜蓉醬 每一個師傅都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蒜蓉醬配方 通常大同小二都是由一個金銀蒜開始 我們今天的視頻挺忙的 首先我會教大家做了一個蒜蓉醬 做完蒜蓉醬之後 當然要找些東西做下去 我今天就選了蒸蝦 一會兒我會再去買蝦回來蒸一下 蒜蓉粉絲蒸蝦一定很棒的 粉絲鋪底加上蒜蓉 再加上蝦的鮮味 這樣會吸收粉絲 整條片都是很棒的 事不宜遲 到底這個慢用蒜蓉醬怎樣做 我們現在就 啪啪 這裡我買了一堆蒜蓉 我們現在把剝皮拿出來 首先我們拍一拍鬆蒜蓉 方便待會剝皮 然後我們把蒜蓉剝皮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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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我剝了大約640克的蒜蓉 我們用刀切碎 或者我用食物處理器把它打爛 如果用食物處理器 就不要一次過堆太悶了 分兩至三次打 這樣大小才會比較均勻 好 先把它打成蒜蓉 好 接著我們準備一個煲湯的魚網袋 把蒜蓉放進去 然後把蒜蓉分幾次 把力量拎一下 拎一下水的作用 就是把蒜蓉裏面的水分排出 然後炸的時候 就會加快炸的進度 而且蒜蓉裏面的苦澀味 也會拎出來 還有蒜蓉本身有些黏液 可以有助排出 炸的時候就不會太容易黏液 這些脫水的蒜蓉我們就準備好了 這個視頻就是調成金銀蒜 就算蒜蓉不是拿去炸得好 也要經過脫水程序 質素和保質期才會更好 就算以比較出名的 像李嘟記蒜蓉醬 他們的蒜蓉也是用脫水蒜蓉的 脫水蒜蓉 你不用脫水蒜蓉會怎樣 當然質素會不會太香 而且蒜蓉裏面有水分 比較容易變質 保質期會短了很多 然後我們先燒熱這隻鑊 燒熱這隻鑊之後就加入油 油溫大概140度的時候 再加入一半的蒜蓉 炸一下 一邊炸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些泡這樣升上來 是正常的 因為蒜蓉裏面的水分 在揮發中 做些炸蒜一定要用心 開著小火 慢慢炸 不然轉頭就炸焦了 還要炸的時候 一直攪拌底部 提防黏底 現在蒜蓉炸至金黃色 就立即關火 不然餘溫就會炸至深色 然後加上另一半的蒜蓉 拌勻備用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香二脆的效果 在調味上有生抽 有些蠔油 有些雞粉 用來調一下鮮味 有些砂糖 用來平衡鹹味 少許白醋 有助蒜蓉不容易變色 和提高保質期 所有材料拌勻 最後 自己輕輕地試一下味 看看要不需要 有最後的調味 我 加很少的鹽 增加底味 少許鹽 就沒有了 最基本金黃蒜的醬 就完成了 蒜蓉醬調味後 就放進冰箱 當然器皿 最好是燒毒 可以增長保質期 在基本的蒜蓉醬 加少許辣椒 還有少許蔥 再加少許炒芝麻 這樣就變成 串燒燒烤的蒜蓉醬 或者火鍋的蒜蓉醬 做完蒜蓉醬 現在就用些產品做 今天要做蒜蓉粉絲 很簡單 粉絲 我用濃厚粉絲 放少許暖水 浸一下 過了4個多次 煲一煲滾水 把粉絲 過了一段滾水 很快 整個流程 然後趕快 過了一些粉絲 就可以了 好 先滴乾水 好 趁粉絲 還有少許余溫的時候 把適量的蒜蓉 先把蒜蓉醬 拌勻 那麵粉絲 一定很足夠蒜蓉味 而且沒那麼容易黏在一塊塊 然後把粉絲 把粉絲鋪在碟上 在左右兩邊 再鋪一行蒜蓉 然後我們有新鮮買回來的蝦 剪走腳 剪走腳 剪走酥 剪一剪 剪一剪 方便做事 剪一剪 背部開過去 開到尾 最尾部 最尾部 開到這裡 頭部 就是這樣 開一半 所有蝦一次過剪好之後 我們便 輕輕地開一刀 再把蝦腸挑走 再把蝦腸挑走 不要剪一剪一剪一剪 一次過剪一次過剪 然後處理好蝦腸 把蝦腸向上放 把蝦腸全放滿 之後就是這樣 我今天放了兩碟 記得 放蝦腸的時候 要按一下 放到後期 不按一下 很難整齊 好 左右兩邊再鋪一次蒜蓉醬 再鋪一次蒜蓉醬 喜歡辣的話 灑點辣椒碎也可以 蝦準備好之後 水滾 大火放進去蒸 把蝦腸熟過後 大概蒸三分鐘就可以了 不要蒸得太老 好了 把蝦都蒸好 加適量蒸魚豉油 蔥花 然後再炒一下 然後再炒一下 蘸些蔥油 沒有蔥油的同學 可以用普通的生油蘸下去 好了 這兩碟超級高質素的蒜蓉粉絲 蒸一下便完成了 你看看蝦 三分鐘就什麼都夠了 千萬不要怕蒸不少 蝦蒸得久便不好吃 嗯 十分爽口蛋 粉絲不用說 一定很棒 金黃蒜 再加自製蔥油 粉絲鋪底 吸收蝦 蒸完出來的精華 所有的精華都被粉絲吸收了 先沾一點醬油 嗯 我們說這碟非常一流 不知道還要去什麼米芝蓮 不要說三星 五星級的餐廳吃 看完這個視頻 是否覺得這個蒜蓉醬很棒呢 很想趕快去做幾瓶放在雪櫃呢 那句話 蒜蓉的應用性範圍實在太大了 我們今天這個視頻 純粹蒸蝦玩一下 你們當然可以嘗嘗蒸帶子 蒸扇貝 如果是疏錯的 你可以嘗嘗蒸茄子 蒸上湯 蒜蓉花花菜等等 甚至乎我剛剛教你們 加些辣椒 加些蔥 加些五香粉、孜然粉等等 可以做到一個蒜蓉燒烤醬 可以做一個最基本火鍋用的蒜蓉醬等等 其實玩法十分十分之多 所以是值得收藏的 這個萬用蒜蓉醬的食譜 好了 分享到這裡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分享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多嘗嘗做這個萬用蒜蓉醬 如果有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方留言 或者在Facebook頻道留言 不說那麼多 下次再分享其他東西給大家 拜拜 Euros 的 很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這個 你 不是 你 我 那 也 你 不 你 感谢观看